如果我说,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虚拟的世界,相信很多人不会同意这种观点,因为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,街道两旁一排排的高楼大厦,以及青山绿水,花草树木,还有虫与鸟兽等一切事物,都是真真实实的存在,都可以用言而口笔等身体器官去感知,一切都看得见摸得着,又怎么会是虚拟的呢? 可事实上,我们亲眼所见,亲耳所闻的事物,就一定是真实的吗? 比如,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树叶是绿色的,可树叶真的是绿色的吗? 如果我们所有的人天生就是色盲,那我们还会认为树叶是绿色的吗? 所以,绿色就是一种假象,它只是我们人类的眼睛对外在事物的虚假成像。 或许在猫与狗等动物的眼睛中,我们所认为的绿色,可能是黄色、蓝色或者其他颜色。 由此可知,我们人类所认识的这个世界,只是一个以我们人类的感官,加上理性思维而感知出来的三维世界。 我们人类,极有可能生活在一个多维的宇宙空间里,比如四维空间、五维空间等等。 只不过,我们人类的身体感官,只能认知三维的宇宙空间,至于更高维度的空间,由于我们身体感官能力的限制,因而我们人类无法感知到。 或许,其他的生物,比如狮子、老虎、猫头鹰等等,它们可以感知四维、五维等更高维度的空间。 只不过,我们人类目前的科技,未能发现而已。 为什么会这样呢? 如果大家能深入研究易经的基本原理,这一切,似乎都能找到答案。 细词传有一句话,一有太极,是生两仪,两仪生四象,四象生八卦。 这句话,讲述了世界万物的生成原理。 由这句话可以看出,太极是生成世界万物最底层的东西。 因此,如果我们想知道世界万物的奥秘,那我们必须先知道太极是什么。 那太极究竟是什么呢? 古人认为,太极是一种元气。 这个元气的气,同气字,它不是气体,而是一种神秘的能量。 这种能量,以波的形式存在,也就是我们现代物理学所说的能量波。 能量波有梯形波、矩形波、三角波等不同形态,但根据复理液变换,能量波最终可以分解为减斜波。 由于减斜波的波形平面图与数学上的正弦曲线一样,所以减斜波又称之为正弦波。 如图所示,由图可知,正弦波就是一阴一阳。 如果它的上面部分为阴,那么它的下面部分则为阳。 反之,如果它的上面部分为阳,那么它的下面部分则为阴。 一阴一阳是对立统一,相互依存,且相互转化的。 没有阴,无所谓阳,而没有阳,也无所谓阴。 正弦波,在不同维度的宇宙空间,往往以不同的形态存在。 也就是说,正弦波在一维空间是一个点,在二维空间是一条正弦曲线,在三维空间则是螺旋形状。 那么,在无穷大维,也即在最高维空间,正弦波又是什么呢? 其实,正弦波在最高维度的空间,道家将它称之为道,佛家将它称之为佛,西方基督教将它称之为上帝,而周易,则将它称之为太极,又名无极。 所以,可以这么说,正弦波是最高维空间的太极,在三维空间的投影。 说白了,正弦波就是太极。 而太极本身,则是一阴一阳。 如图所示,一经所说的太极生两仪,两仪,指阴与阳。 但阴与阳,并不是从太极这个母体,像女人生孩子一样生出来的。 所谓太极生两仪,只不过是最高维度空间的太极,在三维空间的投影,或者呈现。 宋朝哲学家周敦宜认为,太极动而生阳,动即而静,静而生阴,静即复动。 一动一静,互为其根,分阴分阳,两仪利焉。 阴阳,一太极也。 这是从太极运动变化的角度来产生阴阳的表现。 如果我们用X来表示阳,将Y来表示阴,那么X加Y就是太极,也即阴阳,一太极也。 那两仪生四项是什么呢? 所谓两仪生四项,其实就是X加Y括号的平方。 X加Y括号的平方,可以分解为X平方加Y平方加XY加YX。 此处,X平方为太阳,Y平方为太阴,XY为哨音,YX为哨阳,也即四项。 同理,四项生八卦,就是X加Y括号的立方,也即前队离阵,迅坎更坤这八个卦。 这八个卦,是我们三维空间所能看到的最早的,最简单的,最微小的物象,是构成具象世界万事万物最基本的单元。 因此,八卦代表了世界万物。 所以说,四项生八卦,就是四项生成了世界万物。 既然八卦是我们三维空间所能看到的最早的,最简单的,最微小的物象, 那就意味着,在八卦之前,太极,两仪,以及四项,是虚拟的,是没有具体的像的。 它们只是以能量波的形式,存在于这个宇宙空间。 所以,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一切事物,只不过是我们眼睛所接受的,各种各样能量波的叠加成像而已。 至于什么是波的叠加成像,这是一经深层次的原理,陷于篇幅,这里就不细讲了。